大家好,歡迎回到《軍工開密》 我們今天又和齊博士暢談一下 科學和軍工上的一些技術 尤其是我們經常講到中美爭霸之間 一定有很多科技和武器上的比較和比拼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帶來這個Staling Engine 這個可能我們叫做史特林的發動機 或者大家叫做發電機什麼都可以 看你的用途一開始的時候拿來做什麼 這個Staling Engine 當然是一個很古舊的發明 19世紀都已經發明了出來 不過瑞典人將它發揚光大 將它手指放在瑞典潛艇上使用 然後這個AIP的絕氣技術也用在很多國家裏面 包括中國、俄羅斯等等國家都有採用到 成為了潛艇一個停留在水底 可以超過一個星期、兩個星期的一個絕招來的 都叫做為柴電潛艇帶來了一個新機 所以這個Staling Engine 雖然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但是事實上它的應用在軍事層面來說 是相當之好用的東西 我們今天要講到就是中國這邊 他們最近又有科學家說他們有很多的突破 甚至突破了NASA很多不同的東西 甚至乎接下來會申請專利 這件事也是驚天地入鬼神的 超越了美帝的科技 還要將它應用上太空科技 那究竟是什麽令到它的優勢這麼明顯呢? 又可以再次揮下美帝呢? 無論在潛艇的領域、太空的領域 又去到一個什麽的程度呢? 今天我們邀請陳博士和我們深入副析下 無論是技術層面、應用層面 還有有沒有其他替代的技術 其實現在都是兩條腿走路雙軌並進 還有究竟在比較之下又會有什麽的火花出現 當然一開始的時候大家記得幫忙給like 還有記得免費給我們頻道 多謝大家 好 我們和陳博士今天解釋 陳博士 你好 是 Larry 你好 大家好 是啊 陳博士 講起今次這個中國 我們講發展到這個AIP這件事 我們在講中國這塊引擎 它就說拿穿你了 大家看到圖都看到這塊東西的了 我們待會再講一下中國的技術 不過呢 你先跟網友解釋一下 我們講到這個史特林的發電機 其實它的運作的原理 為什麽會令到大家好像很久的 這個東西都很趨之若無呢? 至於是不是領先是不是突破呢? 賣個關子 留給大家一會兒自己去慢慢想 首先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一個用一個不是中國人的名字來命名的 一個這樣的技術 為什麽現在好像被媒體說到 好像說中國領先那樣呢? 聽完之後講完的細節 大家自己也有判斷 那件事本身就是這樣的 我們要講這個發電機組技術 難免都要講一些科學原理上的東西 就是說如果說Sterling Engine Sterling Generator 這些這樣的 無論是馬達或發電機 怎樣用到這個所謂 由Sterling給出來的這個原理 可以做到這個結果呢? 我想其實有些很簡單的道理 可以幾句大家就明白了 可能Larry你也聽著 看看這個解釋夠不夠簡單 好 一堆氣體 如果它熱的時候它會怎樣? 一堆氣體 熱的時候會膨脹 是的 冷的時候呢? 瘦縮 是的 熱脹冷縮 OK 小學生都知道 好了 我一堆氣體 OK 我把它包緊 OK 當然你加熱它會漲 漲漲漲 是不是? 然後你放它冷的時候 它就凹下去了 我就這樣 開頭把這個密封了的氣體 觸碰著熱的東西那邊 它會膨脹 膨脹的時候 將周圍的東西 將周圍押開了 OK 它好像動了那樣 然後呢 再將它 遠離回 隔絕到熱的東西 觸碰到冷的那邊的時候 它整個東西就會縮起來 是不是? 如果你觸碰到外皮 那外皮有時就會押開你 有時就會跌 你就可以押下去 就是說 透過它觸碰到熱的東西 觸碰到冷的東西 這個不停的循環 其實東西就會由漲漲又縮起來 就是動了 是不是? 是 其實整個Sterling的熱力學的原理 就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就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利用到 一個有溫差的地帶 來轉化到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動能 有一些動態可以走出來呢 其實完完全全就是由那個氣體 那個 就是 脹縮給出來的運動 那我們就是從中採集到它的動能 因為那個氣體 拿到熱 它會脹了 它冷的時候 又會收縮 其實就是它整個那個氣體裡面的運動 有改變 我們將它那個改變 那個給出來的總體效果 它就會對外施加到一些動作 OK 於是乎就是有一個熱能 變成動能的轉換在這裡 就是說 其實這件事情 夠不夠簡單呢? 我不知道這裡你聽來覺得 很簡單 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 總之一塊東西 你有空拿一些熱的東西 可以用一些冷的東西 熱的時候漲一下 冷的時候縮一下 就是 縮一下 這樣就好像這樣 是的 其實你會看回 如果大家再有興趣去找一下 你看到那種叫做 這種這樣的 斯特林循環 這個這樣的原理 給出來的那種 斯特林的摩打 其實就是一個這麼基本的東西 它的客觀的結果 就可以令你 將一個有溫差 有熱和冷的溫差的地方 你只要給它一個這樣的環境 給它 它最後就會出到一些動能給你 就會有東西移動的了 就是由熱能變動能 一個這樣的機器來的 當然它的效能就有高有低了 這次如果中科院去做出來的效能 譬如說 20%左右 這算是一個理想 就是大家一直很合乎我們過往經驗的一個效能 而且它首先要人工地製造了一個 530度的溫差 就是比起我們的室溫高530度 於是乎高一點的溫度 跟我們的室溫就是有一個溫差在 你再將這個器件 擺到它跟這個溫差有接觸的時候 於是乎就可以將裡面的熱能採集了下來 最後就變成一些東西移動 有東西移動就可以幫我去推動一些東西來發電 因為其實你用任何發電機 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道理就是有東西移動 比如你那些燒天然氣啊 燒柴油啊 或者你甚至乎用核能的發電 都離不開你是拿去那些燃料出來的熱能 拿來煲水 再拿蒸氣 推動渦輪線葉 然後發電 OK 就是你也是 總之最後要令到有東西移動 那個渦輪線葉接駁著一個大的線圈 那個線圈在一個磁鐵裡面移動 接著就會產生電 那這個就是中學時代讀的那些發電機原理來的 那如果你是一個史特林引擎 再接駁去一個線圈 令到它移動的時候 然後帶動線圈在一個磁場中間移動 這樣就發電了 所以這裡順帶一提就是 如果你說到史特林摩打 怎樣變成史特林發電機呢 那麼史特林摩打就是把熱能變成動能 你再拿這些動能來發電機組 把線圈帶動它在磁場裡面移動 最後整組東西就變成一個史特林發電機 其實事情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 很中學 突然間我想起以前有一課叫 Energy Conversion 就是能量轉換 那你都是用熱能轉動能 然後動能再轉到電能 那其實那個中間的Conversion 就是那個轉換裡面 其實是不是那個轉換率 其實一向都不是太理想 而這次那個突破就是 是不是令到Conversion rate會做得好些 所以不是 不是 其實你一直以來 你無論是傳統的發電機好 還是跟史特林發電機比較 史特林發電機一點優勢都沒有 你如果說那些天然氣發電呢 它能夠做到那個能源轉換效益 50%是做得到的 就是你現在說你的史特林發電機 才是30%左右 那好了 就是當然了 就是 這裡又要提了 那中國這次中科院去做這塊東西呢 就是重要的地方在哪裡呢 為什麼它認為是一個 就是它要做這件事 它東西夠大 最後出來的那個發電機的功率夠高 那它是突破了這個10的5次方的瓦特 這樣的功率的 就是它就用到叫做100個kw 這樣的功率 就是你當10的5次方 就是10萬個瓦特 這樣的功率 那這樣東西就不是 就是這樣說 這件事的原理太簡單了 以往我們很多人會去做 也都做得到 甚至乎中學生做過小小的模型 自己都砌出來 但是你要令到它的功率大呢 你整個東西就要做得很大 那於是乎你是 有沒有人試過做過這麼大的 將一個原理這麼簡單的東西 做到這麼大 令到它的輸出功率可以這麼高呢 就沒有人試過 那你可以說破了一種建立士紀錄 這樣的意思 那譬如比較一下 在一些國家 甚至乎在說瑞典 它會在它的潛艇 它裡面其中一個的動力系統 它需要用到這種技術 但是它的功率呢 都是在說 7萬5千個瓦特 比起今次中國這個10萬 這個數字還要小 於是乎 就有人去想 哇 那是不是我們已經準備好 做了這塊東西出來 放在潛艇裡用 既可以用來發電 又可以提供動力 哇 那這樣就很好處 而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這塊東西的原理太簡單了 裡面 就是真的 要很有大動作 動到很吵 的東西 不多 所以大家就聯想到 將這幾個都聯想到 嘩 又靜 又可以拿來做動力 又可以發電 放在潛艇裡 嘩 那潛艇就很好處 就是很容易就會這樣想 但是這裏呢 大家要小心點 就是 我們接下來都要再仔細去比較一下 就是 這件事情 可以用在 核潛艇 不是核潔 可以有人用在潛艇技術那裏 那裏 而同時間 美國太空總署 亦都有 去發展這種技術 用在太空那裏 甚至乎 這一種技術 亦都可以用在 這個 可再生能源那裏 因為就是說 如果你有辦法 找到一些有溫差的東西 就和你發電 那 我們只要想到一些方法 比如說 用太陽 將一些熱能 光能聚焦 於是乎產生一個很高溫 於是乎就有一個由太陽供應給我 這麼穩定的溫差 再接駁一個史特林裝置 於是乎就發電了 就是一個不需要用到太陽流收集板 但是用到這個史特林原理的機器 就將它變成電能 又沒有人做這件事 也有的 但是總體上我會說 這件事為什麼說到說到好像很厲害 但是為什麼一路好像不是很蓬勃發展呢 其實原因正正就是 剛才你所說的 它的效能不算很高的 它相比於其它的傳統的這些發電 或者是製造動力的方法 它的效能是偏低的 這是它的缺點來的 嗯 所以可不可以陳博士這麼說呢 就是它如果放在潛艇上 就是現在中國它的那個形容 就是其實如果在那個核電潛艇上面 當然就很明顯就 就是照道理就應該應用不了了 那麼擺在一些叫做非核動力的潛艇 就是我們都是說一些噸位比較小的 可能在說二千多噸 三千噸左右 這些這樣的 柴電潛艇呢 那如果放下去 就是它又被以往改善了 是不是都 就是叫做了 就是中國因為做這件事的優勢 就是美國已經沒有了非核潛艇了 嗯 嗯 嗯 你說美國沒有了什麼 因為美國的潛艇全部都是核潛艇 所以它才是 有些東西是你沒有的 嗯嗯嗯嗯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講 你呢 你呢 擺在潛艇上呢 你當然是想有這麼安靜的 那如果呢 你有這個這樣的 就是史特林的這樣的機組在這裡 你外面又擺一塊 就是 你要記住一下 外面你要產生一個熱的溫差在這裡 才能夠發動到這個這樣的機器 那你那個熱是怎麼產生呢 那當然了 你又要是 就是你去 你可能是用柴油 你燒它 是不是 那你可以的 那但是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夠做到那個 整個東西很小 和就是也都很安靜 你本身的柴油機組 你本身在燒東西 你裡面也都有 就是 有 化學反應產生 然後大量氣體產生 然後那些氣體 你不會想著 這樣 你是需要處理了它 OK 那 應該這麼說 在那個 任何海底上面的東西 第一 你只要有轉動的部分 你就會吵 第二是什麼呢 你會有些氣體產生 又變成液體 然後又變成氣體的過程 那些氣泡產生 那些氣泡產生 又會很吵 那你可以想像到 如果你還在用柴油機 做中間 施設到很多氣體的東西 產生的時候 你也是會吵 其實這些東西就是 那 所以 如果你想用這種 史特林技術 你要配合什麼 才能夠做到 真是可以很安靜的呢 你最好配合核動力在這裡 就是你要把一個核能 就是核的東西很簡單 你放在那裡就熱了 你不需要有什麼 其他化學反應在那裡 核子反應那塊東西 自己就在那裡熱了 單是你去 將它中間放一些東西 控制一下它 讓它不要那麼熱 它自動就和你熱了 這個過程不會吵 是的 那 那 我就會說 如果這種機器 你本身就是配合柴油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有些 有些 就是 左手打右手 還有就是 這種機組 它本身的動力 比出來不是太高 所以那個能夠 用的範圍很有限 我猜 你說如果瑞典那邊 能夠用到這種技術 那些潛艇本身比較 那個 小一點 輕盈一點 還有速度都未必高 就是 這種這樣的 史達林機組 它能夠給出來的 那個推力不大 做一個很簡單的比較 我們以前說這些 就是你說核動力潛艇 用得整個這樣的 就是整個核的發電機組 放進去 它那個發電功率 是多少呢 是說 在計算一下 一百再乘十的八次方 十的八次方 十的六次方 就已經是百萬 那就是十的八次方 就是以益雅特來做它的單位 來做它的公率 剛才你記不記得我們說 中科院這次做這個 史達林機組的公率是多少 是說 說的是 十萬 十萬 十萬和億的差距 是嗎 就是 事實上 我會說 你如果要做到一些 比較大型的戰略核潛艇的話 你暫時那個 史達林機組 就不是滿足到 不能夠充分滿足到 它那個動力系統的需要 那本身你的潛艇如果是比較輕巧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些這樣的 史達林裝置 來去考慮把它放進去 所以它的應用就限制在一些 比較小的潛艇那裡 是 就是裡面不要太重 本身它比較輕巧 那你就儘管用這一種 是的 所以你要想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是否可以直接放進去 潛艇那裡 你又要知道 本身這個技術那個 先天上的限制 才好這麼說 還有媒體報道就會說 哇 就是 這件事好像比美國太空總署 拿到專利那件事 那這裏又要很小心 就是在我眼中我覺得 說這句話 是有一點點把蘋果和橙造比較的 而這件事情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這些媒體 很容易 始終 那些技術資料 技術細節 他們不是很清楚的 很容易錯過了 所以出來的報道 我覺得可以很偏差 即是Larry 你也看到了 他其中說了一句就是 哇 比起美國那個 太空總署的專利 還要做得快了 那是不是中國領先呢? 你也看到這句話 他有這句話 還要申請專利 那好了 留意了 如果你看回中科院 這次的設計 它這個機組 雖然是做到破紀錄地 就是以史特林技術來講 它能夠做到的功率是最大的 但是它的熱源 是來自什麼呢? 它沒有說到的 在它那個的試驗裡面 它是用了一個 都是叫做 就是 那個叫做 溶岩的熱源 而這種熱源 基本上 如果在一個實驗室裡面 它都是用回普通 用柴油的 用柴油天然氣機組 來提供這個熱源 就是它沒有 其實就 如果你說這些東西 要用到太空裡 你還在講 用天然氣 和用柴油燃燒 來去作為這個 這個史特林機器 去發電那個動力 其實是沒有什麼 解決到的問題 去到太空 我要的是另外一種規格 是不是? 我們不停說 未來太空那裡 當然是希望 拿到太陽能 再生能源 另外就是我們地球 帶一些核能上去 所以如果你真真正正 走回到太空總署 它那個專利 它那個公佈裡面 它是一個什麼的專利呢? 它那個專利是說 是需要製造一個 微型的核的裝置 來發熱 再產生熱 然後再接駁 一個史特林機組 來發電 整套東西這樣看的 很明顯的媒體沒有看到這件事 它以為中科院這件事 它以為是可以直接 跟美國的太空總署 那件事直接比較的 其實不是的 中科院那件事 它沒有說到它的熱源是什麼 它也沒有開發到 可能有了 但是接下來有了 它沒有說到它已經開發了一個 很輕巧的核的熱源 將它放在旁邊來產生這個高溫 然後整個東西可以很穩定 安全系數很高 放在太空裝置那裡用 就是完全不是這回事 而中科院它也設計這件事 也不是拿來 就是你很明顯看到它 它不是針對拿來放在太空用的 它甚至乎可能放來 就是讓你可以放在 一些它自己來的 比較輕巧的潛艇那裡用的 看它這一種裝置 就是美國它搞這個 太空中署搞過的東西 那件事是想拿來在太空用的 它需要的是輕巧 它未必需要很追求極高的輸出功率 但是它需要那件事 那個安全系數夠高 穩定和很輕 可以就放上去 就用 而且用得夠久 它是需要這件事的 所以大家的追尋的目標不同 所以不能這樣直接比較的 還有這裡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什麼呢 在很多現在的史特林機器的研究裡面 反而是放在再生能源的範疇裡面 因為你只需要給一個溫差 它就和你產生電 那好了 如果這個溫差 譬如是地心很多地熱 自然就會有些熱給我的 可不可以拿這些 就是這件事 由地熱和我們地面上的溫差 那就可以接駁一個史特林機器 地熱發電 另外一個途徑做地熱發電 現在的地熱發電 就是我們 拿地熱來煲水 來幫我推動渦輪線葉 就是又是這樣的技術 那麼 好了 另外就是 譬如擺上太空就行不行 或者在地面上 我呢 就找一些透鏡聚焦 就把太陽能 集中在一個位置 令它產生高熱 你知道熱到的地步 然後再接駁一個史特林機器 就發電 於是乎就是一個 不是用太陽能收集板 而是用史特林機器形式的太陽能發電 又可以 所以其實呢 就是你要按著不同的用途 你有不同的追求 在這件事 所以這裡要很小心 就是你媒體上面 就把這個中國中科院這個東西 就這樣和這個美國NASA比較 我覺得這裡是出了很大的 很不同的 這個位置就是 所以我就不會認同 是不是一種什麼東西的領先 就是你一樣可以說 在同等的用途之下 的確沒有人去做到一個 好像中國中科院 這次這個輸出功率 這麼高的一個史特林機器 但是 如果你說因為這樣 它是叫做 這樣叫做贏了這個 就是美國的太陽總署 那個 還是研發中的專利 我就覺得這個 這件事是錯的 嗯 是 因為呢 如果現在它那個史特林 就是那個發展 如果它做得好 當然除了它一個 非核能的用法 在中國的潛艇 其實還有很多應用的方式 包括它們現在去新發展的 它們的核潛艇一定在做的 就是我們說095啊 096啊 但是它們現在呢 發展一隻是很像瑞典 就是先從那個藍島的外形去觀察 就是有點像瑞典的A26那一隻 所以大家都估計 中國的柴電潛艇 現在是在進步的 還有它們也都是出口去到 例如去到巴基斯坦 出口去到盲加拉 緬甸啊 泰國 那你見到都開始有進步了 就是潛艇可以做到出口 那由一個很差的潛艇國家 可以做到出口國 那當然最近的一個問題 就是和泰國那個潛艇 就是那個引擎的問題 那麼引擎那裏呢 那個柴電引擎呢 因為德國那邊 就是MTU引擎 不肯給中國之後呢 中國就被迫要用自家製造的 那個潛艇那個引擎呢 那泰國最後就否決了 那買其他東西 就是買這些衛艦的取代 那國內都仍然有些反對聲音 所以我相信就 會有些影響的這個 第二個就是 我想就是陳博士剛才都說了 國內傳媒呢 就不肯定它是大風向還是什麽 那大家去判斷 最近來說我們講到B21 其實都有這些問題的 就是B21就現在開始飛了 那其實那個一致的反應都很好 就是看到設計啊 它的流程啊 其實都不錯的 但是國內很多人就把它和B2比較 就覺得它可能會繼承了一些B2的問題 例如說是非常昂貴啊 大而無當啊 其實都不能出多少次啦 就是那些white elephant啊 那些白色大象這些項目 那都是我們現在看回不是啦 就是包括每一隻都在說7億美金 就是和現在的7億美金 和當年的20億美金就差很遠了 這個價值 那所以如果算回數呢 其實現在都叫做便宜多 那媒體操作啦 就是有一部分我們可能會這樣去講 這個就 所以就是我們看到 你說藍組啊 但是藍組都不算最誇張的 我估計陳博 那些應該更加誇張 但是陳博士有沒有一些 就是最後的總結 包括技術也好 或者你覺得現在那個中美雙方呢 無論追求在一些很寧靜的技術 或者是那個太空科技上面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 例如說共同發展的相似之處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點 一、兩句總結 這裏就沒有可能一、兩句的了 所以我就不回答你的問題了 這裏就要開另一節講 不過呢 有個小小的 真正正正在看完這宗新聞的 一個我覺得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向來呢 就是 很多時候你看這些軍事評估的東西 我覺得有個 有個 依然由一些國內朋友聽出來 他們這個用語這個 這個教訓 我覺得挺對的 就是你要 尿敵就從寬 尿己就從嚴 OK 我覺得這樣才能夠做到一個最可靠的估計 令到自己最安全 避免了一些錯誤 避免入誤判 就是 如果你看到媒體上面 很多時候講的第一件事就是 很想要你去 很興奮這些事情 大家就 盡量要客觀一些去看一下這些消息 很多時候 就是要 我覺得需要找多些背後的技術資料去再看一看 就是才叫做可能好一點 就是犯少一些錯的意思 是啊 這個我們網友都應該很清楚 因為我們都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網友 留言板下面都會有很多不同地方的網友留言 有時候會說我們的資料太單一了 陳博士 因為我們的資料都是西方的 來自 你不要這樣說 這次我們幾次 就是有些我們表面上打開話題的 好像是西方的媒體的消息 但是我們去分析的時候 我們是要找雙方的媒體的 甚至乎不是媒體的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真的要找到一些的技術資料去看 這次我們陳博士引用的 都有引用到中國科學院的資料 所以大家有心的朋友可以上去中國科學院 講到他的史特林發電技術 就是陳博士是引用了他們當中的資料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 好 我們這一節就來到這裡了 好像剛才陳博士說的 如果我們講到中美現在的科技發展 在一個正音的科技 或者太空科技上面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一些 可能真的一兩句說不完 可能就開一集 大家真的想聽 或者可以下面大學加一 或者說多一些你想聽的部分是什麼 我們收到 我們都盡量為大家去處理 好 歡迎大家在後面 踴躍的留言 好 我們下一集 軍公開密 再跟大家做多一些不同的study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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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